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要開始放了 然後第一次新戰者可以 注意看一下這部影片 很多人沒有參加過GinV的活動 所以先簡單介紹一下何謂GinV GinV是一個社群 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互相認識與合作 不是組織 沒有限制社群內有很多不同的專案或是小社群 新手教學介紹結束之後 9點30分開始三分鐘提案 活動共立的要提案看提案 詳諦了本日的三分鐘提案 短奖和全國報告的提案列表 可以從裡面看到接下來是誰會進行發表 才專的相關共筆以及詳細資訊 讓想參與的人能理解專案在做什麼 10點40分是自我介紹的時間 請大家想三個關鍵字介紹自己 讓專案坑主知道可以找誰幫忙與紮入障礙 11點開始的分組開動拍拼時間 會一直持續到下午5點成果報告之前 中間短奖時段可以繼續工作 也可以到大會議室聆聽這次大眾的短奖 下午1點30分左右會有新手導覽團 有不特定的好心人士帶領參觀各組專案在做的事 下午2點半的短奖時間是自由參加 總共開放6組發表者 每組有8分鐘的時間 發表者可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專案狀況 或是開源社群的大小事 有些專案會想要跟大家說更多的細節 可能也會選在短奖的時段來發表 下午5點會進行本次黑客送的成果報告 專案當天可能不會有很完整的架構或是成品 但希望提案人或是專案參與者 可以在這個時段分享今天的討論結論 或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為本日活動作為一個總結 並說出下一次的目標 請先申請院內網路連線 由於會從手機收到中研院的驗證碼 請確保手機訊號良好 如果持續連不上網路請舉手 我們工程師很 補充一下那個 現在會內的網路是G0V 然後沒有密碼的搭配直接 很多 在G0V想要跟大家討論 很重要的一點 是請加入G0V Slab 詳細的slab註冊 上也可以直接找到 請新加入的朋友先註冊 先掃描QRcode 就可以直接提出註冊 在G0V裡面 可以看見框起來提案列表 會有前面提及的三分鐘提案 短奖 以及最後成果發表的提案登記列表 G0V的裡面是開放 在黑客中的提案列表 在黑客中的成果需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需要開放授權 很主要想好自己的專案 要用什麼方式開發 開放的程度到哪邊 其他人想使用的話 要遵守什麼樣的規範 如果這些讓你很困惑 G0V貢獻者 有開放一款CC授權小幫手 只要回答簡單的問題 就能夠知道自己的專案 用什麼標示 再來是行動主義 想要做什麼就直接做 寫一個初步的構想 或是給大家看你所畫的架構 不用一定要到很完整的程度 才拿出來 在半程比上加工 也是G0V很常見的一種文化 最後一項是公民精神 G0V希望讓大家更有公民意識 身為公民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更多的公共利益 讓社會變得更好 簡單說 只要你的專案開放授權 也就是開源 一開始做就告訴大家 讓大家能夠加入幫忙 並且專案是對社會有益的 歡迎您到G0V提案 參加黑客中的我也不會寫程式 翻譯畫插圖社 你整理資料 一定有你可以發揮的地方 在外面有放進門貼紙 請大家選符合自己的貼紙 貼在身上 可以用來介紹自己 G0V的文化是樂於解答 不用擔心問錯問題 如果不知道要找誰詢問 請直接找手背上有紅色坑主背張 或是穿著黃色背心的人 接下來是很重要的社群守則 在參加G0V相關活動 無論線上或實體 我們都需要參與者遵守這樣的規則 我們不容忍任何人對參與者 與任何形式的騷擾 距離於智力提供無騷擾的環境 對哪位參與者 無論年紀 性別 性倾向 身體障礙 疾病 外貌 種族或信仰 所以當你被要求停止騷擾行為 所以請立刻停止 建議大家可以從幫忙記錄開始 在開始參加每個坑的討論時 可能你還不太知道 邁落或插步上去討論 可以先打開專案的共筆 幫忙記錄 如果專案還沒有開共筆 請你給開個共筆 進入一下討論的內容 登錄之後 當你需要編輯 請直接點圖示左邊的筆 或是中間的雙欄進行編輯 可以立刻看待你輸入的文字 會怎麼呈現 不用擔心看得底很黑 像是看不懂的程式 因為黑色是為了看起來很好看 其實它就跟你開Google行程文件一樣 在左邊黑體的地方輸入文字 右邊就要討論你打的東西 無法來實體送的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家觀賞這份新手教學簡報 在臉書有兩個公開社團 可以加入跟大家討論 這裏片避教育後勤中心 和這裏片避教育 閒聊哈拉去 只要是跟社群相關 都歡迎在這邊跟大家討論 它會把你送到最多人在的頻道的genre 就是質問你大行刀天室 也可以找到ServeInfra的頻道自我介紹 請記得吃飽 只要認真吃東西 然後跟大家聊天 就會有成果 會議室內禁止飲食 與無杯蓋的飲料 另外廠外有很凝聚的資源回收分類 請一起排整齊 這個活動結束也要一起把場地恢復原狀喔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如果你希望助理密的活動能夠持續舉辦 歡迎到舊松網的首頁任養大松 這些捐款都會作為黑客松舉辦的活動支出 以及社群基礎建設的基金 感謝大家 請教訓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我這邊在強調 一個重點就是 網路 我在說網路是舉理密 然後 沒有密碼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點 然後第二個是 廁所 廁所是這邊出去 後面那邊的 走轉進去那邊 然後這個場地可以喝水 但是不能喝飲料 也不能吃東西 那吃東西的話 會在外面 後面那邊 然後 有任何問題就可以問一下 會場有 像黃背心的人 像那種黃背心的人 當然是參加很多次了 可以問他們 然後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進行提案 然後 就是再提醒就是 如果有提案還沒有放到 放連結到 這個提案的表單 那可以再放一下 然後要記得確定投影片的呈現 好 那我們現在先進行第一組 第一組提案是 主持人先自我介紹 好是不是 好 先介紹你們專案 好 先自我介紹 好 那大家好我是玉凱 然後我來自Dispattery專案 Dispattery是 違章工廠舉報的系統 然後他就是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資金系統 然後可以去提告我也要共產 就是 然後 我們這個專案的 剛好其他人今天也有來 然後這位是Defen 然後 是小班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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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也會有一組提案 就大家等一下可以講 這樣你自己共產時間的部分 好 好 好 我在共產時間一下 我是那個 HackMD 我的 主頁是做HackMD 哇 好 好 有 有 但是我們 GNB的工理系統 也是用HackMD 好 大家有什麼 HackMD的問題都可以問我 好 最重要的工廠時間 我差點忘記了 哈哈 我被弄警署 哈哈 哈哈 哈哈